南韓經濟道從明年開始 試行縮短工時 一共有三種方案 隔週上四天班 每週三十五小時工時 以及每週五半天班 包括經濟道內 五十間民營企業 和部分國營企業的員工 成為第一波試行對象 在縮短工時 但不減少薪資的前提下 經濟道政府將支援 約一百億韓元預算 從勞工立場來看 節小工時還能得到相同薪水 當然是好事 但是從資方立場來看 有些部分令人擔憂 근무時間은 줄여서 生產성은 떨어지지 않아야 하겠죠 관련한 한국노동연구원 研究 결과가 있는데요 주사일제를 운영한 54곳 기업 가운데 14곳의 근로자 249명에게 물었더니 96%가 개인생활에 긍정적인 영향이 있었다고 했습니다 참여 기업들 중에서는 이직률이 줄었고 생산성이 올라갔다는 반응이 다수였습니다 在此之前 已經有部分南韓企業 實施週週三日 經濟道要推進 每週工作4.5天的新制度 期盼提高公家機關效率 革新組織文化 擴散到民間企業 양질의 일자리를 구하기 어려운 요즘 청년 구직자들의 마음도 답답하겠죠 금융권이 개최한 공동채용 박람회에선 취업을 향한 열기를 엿볼 수 있었는데요 对刚出社会의年輕人來說 薪资福利 工作 환경 都是求職的必要考慮条件 남한金融企業 近期舉辦 共同招聘博覧会 涌入大量求職者 金融企業 是許多新鮮人的夢想工作 但是近期招聘規模缩减 因此招聘博覧会上提供了各種资訊 讓求職者提前做好準備 이곳 박람회에는 금융기관들의 부스가 백옥키 세워져 있는데요 청년 구직자들을 위한 세용 상담과 현장 면접이 한창 진행되고 있습니다 今年一共有78개金融企業 참여 规模創下 招聘博覧会 舉辦以来的新高 남한 劳动市场 呈现两极化 年轻人在家 休息 躺平比例增加 该退休 却继续工作的 长者越来越多 남한 政府近期再提出 青年就业 直学追加计划 扩大青年工作 经验支援 设置青年 雇佣 关心平台 鼓励年轻人 走出家门 找到好工作 TV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